欢迎来到梦TV新闻频道 我是裴兰英 这是今天的主要新闻 聚俊叶纽约不忘爱妻填喊西元 回台前承诺会变一件事 谈团酷龙成员聚俊叶 今年2月8日和台湾女星大S徐西元 抛出闪婚喜讯 小夫妻短暂相处两个月后 她占别大S飞抵纽约 目前在夜店举行DJ秀 即使人在纽约她也没忘记大S 公开在IG现实填喊西元啊 短短三字透露出内心对老婆的关爱 满瓶喷发粉色泡泡令粉丝狂喜万分 在心中为两人爱情鼓掌 聚俊叶18日凌晨 在IG发布现实动态 只见她头戴深色鸭舌帽 戴上一副包纹裤血墨镜 身上穿单凝衬衫 挂了副垂坠造型项链 穿搭简单有形 手里则拿着一杯饮料 写下 这是胶原蛋白抹茶 西元啊 回去前我会变年轻了 还附上一个笑脸符号 忍不住想重回老婆的怀抱 聚俊叶此趟远赴纽约 除了完成工作外 日前她难得穿上笔挺西装 和新郎官朋友Joe合照 在IG开心写下新婚祝福 这位Joe是在纽约营业一间韩式烤肉店 和邀请聚俊叶到纽约夜店 Mission表演有关 过去聚俊叶也曾分享两人的合照 显现出两人过人的麻吉情意 大S经纪人表示 聚俊叶预计6月回台和大S相聚 不过由于手上尚有音乐案子 还要筹备韩国的艺术作品展 恐无党旗配合6月 一时选秀节目原子少年总决赛 至于具体抵台时间细节 由于制作人詹仁雄提出 仍让聚俊叶现场连线参与总决赛 由此推测 应会是在6月中才能和大S再次相见 感谢您收看猫TV新闻频道 记得点赞 分享和关注 每天更新最新消息 在评论部分 让我知道你的想法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